北方进入雨季偏晚 7月28日 华北地区开始进入雨季 较常年偏晚10天 但进入七下八上以来 北方地区有75线市日降雨量 达到极端气候事件监测标准 其中8线市突破了当地历史记录 依据未来一周 也就是14到20日 主要降雨区位于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大部 黄淮北部 东北地区及华南大部 四川盆地和云南等地 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五成到一倍 据九月份 华北南部 西北地区中东部 降雨可能较常年同期偏多两到五成 根据上述的预报预测 今年华北雨季 接触时间偏晚